而与我诈是三国,各路英雄之间名争暗斗,你来我往,充满了惊险,我们这些后世的人看到,也是为其中人物的谋略和手段所轻浮,例如位属两国的君主曹操和刘备,他们都是非常善于发现手下的才能,而且知人善任,在他们临终前曾经大喊艺人的名字。 如果后代能够听从他们的嘱咐,或许三国的历史将会改写,刘备,打着恢复汉式的旗号,揭竿而起,刘备在前期是非常的狼狈,被打得四处逃窜,他曾经投靠过刘表,曹操,公孙赞等等,后来请了诸葛亮出山,才慢慢在天下纷争中获得一席之地,成为三国鼎立中的一个。 实力强盛的一大势力,刘备能够建立蜀国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,这个人善于拉拢人心,而且善于运用人才。 他三国毛鲁,终于感动诸葛亮出山,他在众将士面前为了赵,于要摔死还在墙堡里的刘阿斗,表现出自己为了手下可以牺牲儿子的情操,让众将士甘愿为他驱使。 刘备还非常善于运用人才,他与人谈话之间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擅长之处,例如他与庞统,邓之等人谈话之后,大赞其实难得的奇才。 他知道赵云武力高强勇猛过人,但是在领兵作战不是很出众,所以就将他带在身边,保护自己的安全,也是让赵云发挥自己的所长。 正因为他的知人善用,所以才使得他能够建立蜀国,甚至与曹魏有一拼之力,后来刘备并重之际,向诸葛亮托呼,并且嘱咐诸葛亮说,马素炎过其时,不可大用,君旗查之。 当时诸葛亮自适应成,但是心里是不以为然的,后来诸葛亮北伐时重用只是理论丰富,但是没有实战经验的马迹,最后马迹大意失接停,导致北伐的失败,属军损失严重。 后来北伐时不理想都和这次失败不无联系,再说曹操,一代枭雄,杀法果爵,相对于刘备的温柔政策,曹操算是颇为冷酷的。 他曾经说,您叫我负天下人,不叫天下人负我,由此说明在曹操的手下稍有不成之心,立马就会遭受灭顶之灾。 他的重要谋士郭家死前曾经提醒过他,司马懿有狼顾之乡,不能为君所用的话就要除之以绝后患。 此时曹操已经有所忌惮司马懿了,后来曹操有一次做梦,梦见三匹马分十亿曹,觉得司马懿父子三人是要威胁曹家的江山, 所以他在临终前嘱咐曹丕,一定要防备司马懿,不要给他长兵的权力。 但是当时司马懿是曹丕掌权的有力支持者,所以曹丕对司马懿还是挺重用的。 但是权力越来越大的司,马懿终于让曹丕感到了威胁。 但是当时三国分立,为国需要司马迦的辅助,后来曹丕同样是主妇曹瑞,让他防备司马懿。 但是奈何曹瑞死得太早,六子继位,终于给了司马懿机会。 最终司马迦篡权夺位,建立了西境。 刘备提醒诸葛亮马迹不堪大用,曹操嘱咐曹丕防备司马懿,但是并没有被后人放在心上。 最后三国被司马迦的晋朝所灭,如果他们听从了刘曹的嘱托,是不是三国的历史就会改写,甚至整个后世的历史都会有所不同。